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海大鱼定档10.31,张雨昕搭档韩栋,上演奇幻爱情故事 近日一部名叫海大鱼的网络电影定档10月31日 说起网络大电影很多的人也是不陌生 因为这几名网络电影也是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电影里面也是有非常多好看的电影 在年初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影响 徐征导演拍摄的《九妈》都是直接在网络播出 该片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这次定档10月31日的这部海大鱼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网络电影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与女阿黎被选作祭品嫁于海神 大婚荡夜,阿黎逃跑为燕所救 而燕即是海岛的主人,也是她的夫君 阿黎同能够化身人形的大鱼相恋,怀孕后被燕囚禁 阿黎最终发现燕童大鱼其实是一个人 而《海神取亲》则是一桩一谋 这是一部奇幻类型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也是非常的好看 其中大鱼的特效以及演员的服画到都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部电影的主演,据悉该片的女主角是由张雨昕饰演 对于张雨昕大家应该是不陌生,这位女星最开始只是一个网红小模特 在与王思聪的恋情曝光之后也是长了一大波粉丝 但是她并没有刻意地去营销这个身份 后来与王思聪分手也是做的《风轻云淡》 她在获得大众的关注之后才开始进入演艺圈 她出演的一部影视作品是《唐朝好男人》 这是一部网络剧神剧,剧中各种搞怪风让人忍俊不禁 她饰演的二女给人的感觉也是痴痴傻傻 由于服装的原因严值也不是很出众 真正让张雨昕在娱乐圈大伙的作品是上半年的一部名叫《蕴色过浓》的都市严情剧 这部电视剧在当时是一匹黑马,在众多的影视剧中脱颖而出 演员阵容在当时不是非常的豪华 但是剧中的两位主演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画面 整部电视剧的剧情也是非常的好看 大家看了之后也是呼朋唤友的一起追剧 在这部电视剧大火之后,张雨昕主演的另外一部名叫《琉璃》的电视剧也上线开播 这部电视剧陪伴了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 剧中的张雨昕虽然不是女主角 但是她在剧中的表现比女主角还好 观众在看了她饰演的姐姐之后 大家都希望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就是这位姐姐 至于袁冰炎饰演的妹妹就让她成为配角 在这次定档的电影《海大鱼》中,张雨昕饰演的是于女阿黎 她饰演的这个角色人生真的是非常的曲折 她被选为献祭给海神的女子 在献祭的淡晚她出逃 被一个叫艳的人所救 本来一位从此人生就会开始不一样的生活的 但是最后才发现艳就是她要献祭的对象 是这个海岛的主人,也是她的夫君 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同能够化身人形的大鱼相恋 女主在怀孕后被艳囚禁了起来 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的出逃 被救救是提前策划好的一个阴谋 现在她被囚禁了起来 后面的日子要怎么样度过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悬念 这个悬念之后等待电影开播之后 大家去电影中发现 该片男主演的扮演者是韩栋 对于这位男星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 她有着黄金配角的称号 不过韩栋的演技与颜值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她不管是饰演正面的人物还是反面的人物都非常的合适 即便是两部电视剧同时开播 大家也不会有串戏的感觉 由此可见这位男星演技实力的不足 在《琉璃中韩栋》也是有出演 这次她与张雨昕的合作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这次网络电影里面她以男主角的身份出现 她这次在片中有江慧饰演一个反派的男主 虽然前面的故事里面她会与女主有很多甜蜜的画面 但是后来囚禁怀孕的女主 着实让大家有些难以接受 不知道电影的最后会不会给她洗白 海大鱼这部电影在10月31日的时候就会与大家在网络上见面 这部电视剧的故事非常离奇 片中角色的扮演者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好演员 电影的特效感觉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这样一部高质量的网络电影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你会去看这部网络电影吗?